大家好,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HSK四集书写部分,第86到第95题,怎么解答? 上一次我们分享了三集中这一类的题目,就是完成句子,或者叫主词成句。 好,开始之前先做一个小广告,如果对我们的学校感兴趣,想学习汉语的,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在Facebook Inbox联系我们。 好,HSK四集书写部分,总共有十道题,有一道例题,然后是86到95题是完成句子,也叫主词成句,把这些短语组成一个恰当的句子。 好,方法,三集的时候也说过一次,要注意它的语法,句型结构,要知道什么是诗字句,什么是有字句,什么是把字句,被字句,存现句,兼语句,这些名字很多。 但是可能很多同学知道是什么是什么句子,不知道语法叫什么名字。 最简单的来说,来说叫SVO,主卫兵。 用白话来解释就是,什么人怎么样的做了什么样的事。 如果再难一点,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跟谁一起怎么样的做了什么样的事。 下面这就是,下面这句话希望大家能记住,因为这句话非常 dimin周, 很简单,但是很有用。 啊,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跟谁一起怎么样的做了什么样的事。 几乎所有的句子成分都包括了 好,下面我们看四级考试中的立体 好,先看这几个短语 第一个是那座桥 那座桥是一个名词性的词语,短语 八百年的是一个时间的,可以说是时间的形容词吧 历史,下面一个是历史,history 也是名词 有,是可以做谓语的动词 了,表示完成 我们看,先找句子的名词 因为名词可以做主语 那座桥可以做主语 然后第二个名词,历史可以做宾语 然后找谓语,一般是动词 这里是有 所以这里的svo,主谓宾就已经出来了 是那座桥有历史 最简单的来说就是那座桥有历史 但是下面后面还有两个词我们没有用到 了,一般是放在最后表示句子的完成 那座桥有什么样的历史呢 什么样的历史 是八百年的历史 形容这个历史的时间八百多年很长 所以答案也就出来了 那座桥有八百年的历史了 表示句子的完成 那座桥有八百年的历史了 好,下面我们正式开始第一题 也就是八十六题 先看这几个短语 第一个是我一般做主语 然后是适应了这里的 适应了这里的 这里是一个动词 适应 然后已经是一个副词 气候是一个名词 我们找一下主语 我 是一个代词 我 然后是 第二个名词是气候 可以做宾语 刚才动词我们也找到了 是适应 简单的来说应该是 我适应了气候 我适应了这里的气候 然后还有一个副词是已经 已经要放在动词的前面 所以这句话的答案 这道题的答案 我已经适应了这里的气候 我已经适应了这里的气候 所以找到SVO 找到主卫兵 这道题也很容易的回答出来 好 第二题 第二题 先看短语 计划 是一个名词 也是一个动词 原来的形容词 他不得不 这里的他是代词可以做主语的 改变 改变是一个名词 或者是动词都可以 好 先找到句子的主语 他 后面还有不得不 当然没有也可以 动词 然后 编语 计划 动词 改变 简单来说 他 改变 计划 他 不得不 改变 计划 什么样的计划呢 原来的计划 或者以前的计划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也就出来了 他不得不 改变 原来的计划 他 不得不 改变 原来的计划 找到 SVO 也是 很简单 第88题 这道题 词 很少 但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可能以为很简单 但其实它没有那么简单 第一个是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是一个动兵结构 你能 我们重点注意的是你 是代词可以做主语的 证明 这里是一个动词 妈 当我们看到这个字的时候 应该能想到 这是一个问句 疑问句 最简单的 你好妈 我们 可能从学汉语的第一天就知道这个句子 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什么什么妈 你什么什么妈 好 我们找一下 主语 你能 是 你是主语 然后这个是个动兵结构 然后是动词 证明 什么妈 如果你能证明妈 只有这三个词 这也是一个句子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 你能举个例子妈 没有证明 这道题 也是正确的 但是它两个都有 所以这道题就有一点难 这道题的解答方法是 你能怎么样的证明 就是how do you how to prove 你能怎么样的证明 你能怎么样的证明 所以答案也可以出来了 你能举个例子证明吗 举个例子是证明的方法 就是how to prove 你能举个例子 你能举个例子证明吗 怎么证 怎么去证明这件事情 有一点点难 这个题 好 第八十九题 都完成了 今年所有的 然后是任务 我们找一下 好 任务 是一个名词 可以做 主语 完成 是个动词 我们一般会说 完成任务 完成任务 但是这道题 剩下的词还很多 而且有一个了 完成任务 这道题 有一点像 背字句 但是它没有背 是任务完成了 任务完成了 有点宾语前置的味道 把宾语放到前面去了 完整的说是 任务完成了 然后什么样的任务呢 是今年所有的任务 这个形容词来修饰 任务 是说明是什么样的任务 刚才我们的例子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S 什么样的人 这里是什么样的任务 今年所有的任务 怎么了呢 完成了 然后有一个都 是都完成了 我都知道 都完成 都一般放在动词的前面 所以答案也出来了 今年所有的任务 都完成了 这个很长的短语 做主语 S 它们放在一起 今年所有的任务 都完成了 找到SVO 好 第九十题 这个班的 它后面会一般会有名词 这个班的什么 大部分学生 是一个名词性词语 大部分学生可以做主语 然后是亚洲 也是一个名词 是一个地点 最后是一个可以做谓语的词语 来自 看到这个来自应该能想到 你是哪国人 你从哪来 我来自曼谷 我来自清迈 这些句子 你应该能想到这个句子 好 我们找一下 大部分学生 可以是一个名词性词语 可以做主语 就是我们要找到主语 S 然后是谓语 来自 come from 来自 来自应该是 它的编语应该是一个地点 来自什么地方 这里有一个表示地点的词语 亚洲 所以这个题的答案也出来了 大部分学生 来自亚洲 然后这里还有这个班的 所以是来修士学生 这个班的大部分学生 来自亚洲 这个班的大部分学生 来自亚洲 OK SVO 这个题也是很常规 不太难 第九十一题 第一个词语 生活的压力 是一个名词性词语 可以 做主语 并没有 并没有 然后是放弃 放弃是一个动词 给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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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名词 可以做宾语 使他 当你看到这个字 使他 应该能想到一些类似的句子 就是 请 请他 送他 让他 带他 使他 就是兼语句 使 somebody do something 或者是让某人做什么事情 所以 这道题 主语 生活的压力 未语 放弃 宾语 理想 但是 如果只找到这三个部分 生活的压力 放弃 理想 显然是不正确的 因为是谁放弃理想呢 谁 是他 应该是 生活的压力 使他 放弃 理想 但是还有一个词 并没有 所以是并没有使他 是 兼语句的 否定形式 生活的压力 并没有使他 放弃理想 所以答案也出来了 生活的压力 并没有使他 放弃理想 是一个 使他 做什么事情 或者是 请他 请他 去吃饭 让他 开车 是类似的句子 就是一个很常用的语法 兼语句 好 第九十二题 第一个词主是 每个人的 是一个形容词性的 每个人的 是我们 这里有一个谓语 谓语动词 是我们 有个是 然后是责任 是一个名词 责任 保护环境 是一个词主 可以做 主语 好 主语就是保护环境 然后是 为语 是 编语 责任 保护环境 是我们责任 然后还有一个形容词性呢 是 修饰 责任的 每个人的责任 而且 我们每个人 经常放在一起 所以 他的答案是 保护环境 是我们 每个人的 责任 保护环境 是我们 每个人的责任 这道题 找到 SVO 找到SVO 也是 不太难 这道题也不太难 好 第九十三题 您女儿 这个一般是 做主语的 真 然后棒 钢琴 名词 弹的 是一个动词 当看到 真 还有其他形容词 真棒 就是 great 真棒 应该能想到 这是一个 感叹句 就是 好漂亮啊 真好看啊 是一个感叹句 好 我们找一下 主语 您女儿 谓语 谈的 然后是 钢琴 SVO 您女儿 谈的钢琴 显然是 有问题的 您女儿 谈钢琴 可以 谈的 钢琴 谈的 是动词 的 一般是 一般是 说 做什么事情 怎么样 比如说 汉语 说得很好 唱歌 唱得很好 是类似的 是 是 做 补语 的 做补语 所以答案是 您女儿 钢琴 弹的 真棒 您女儿 钢琴 弹的 真棒 可能 有些同学 会问 为什么不说 您女儿 弹的 钢琴 真棒呢 其实这是不对的 答案有两种 您女儿 弹钢琴 弹的 真棒 可以 但是她没有给你另外一个弹 单独的弹字 所以不能这样写 只能说 您女儿 钢琴 弹的 真棒 和 你汉语 说得很好 一样 是完全正确的 没有问题 你游泳 游的 真好 是类似的句子 一样的 第九十四题 那些 一般后面会有 名词性词语 就杂志 是一个名词 你 代词 把 整理一下 当看到这个字 把的时候 应该能想到 这是一个 把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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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字句的结构还记得吗 把字句的结构 写一下 是 s 然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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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宾语 然后是 动词 然后是 其他成分 我们写简单一点 把字句的基本结构 主语 主语 杂志 所以答案也出来了 你把那些旧杂志 整理一下 是一个很 常规的把字句 你把那些旧杂志 你把那些旧杂志 整理一下 OK 这是一个把字句 不知道你 记住了吗 如果把字句还不太熟悉 请去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 我有一节课是专门讲把字句的 可以找一下 好 最后一题 95题 看一下这些题目 这些词语 最多 最多 这步电梯 是一个名词性的词语 这步电梯 然后16个人 也是一个名词性的词语 乘坐 能 能 好 这道题 其实是一个类似于纯线句 纯线句的句子 教室里有多少人 教室里可以坐多少人 类似于纯线句 主语是这步电梯 然后卫语乘坐 宾语16个人 相当于某地有什么 泰国有什么 泰国有很多大乡 类似的句子 好 这道题的答案也出来了 主语 这步电梯 然后是乘坐 16个人 这个能是一个 助动词是能乘坐 然后是最多 16个人 也提出 这步电梯 最多 能乘坐 16个人 OK 主语 这步电梯 未语 乘坐 然后宾语 16个人 这步电梯 最多能 修饰 提人数 这步电梯 最多能乘坐 16个人 好 这就是HSK 4级 书写部分 书写中的 第一部分的 十道题 完成句子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一定要记住 这三个字母 SVO 主位 宾 subjective 然后是verb 然后是objective 这几个词 一定要记住 如果你记不住的话 你就记住下面一句话 什么人 cry 或者something 什么东西 在什么时间 有听来 什么地方 未来来 什么地方 有听来 跟谁一起 you got cry 怎么样的 yangai 他们yangai 做了什么样的事 他们而来 什么人 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方 跟谁一起 怎么样的 做了什么样的事 几乎可以解决 完成句子中 所有的问题 几乎可以解决 所有问题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订阅 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